下品中生是什么样的情况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下品中生是什么情况 这是指破戒的众生 这个人先求受了佛的戒法 破五戒 八戒 沙弥戒 比丘比丘尼戒 但受了之后 他不受持 他破戒了 这里注意 如果破根本戒 在生文教里面称为断头罪 不通忏悔 绝对要下地狱的 然而在这品经文当中 却非常的奇特 对这些破戒的众生 还有破戒里面 这里举出 你犯了道戒 道戒里面最重的 是偷常住僧物 现前僧物 就是寺院的不动产 以及现前人家十方信众 供养现前僧物 可以分配的财物 你去偷 再就为明文理养去讲经说法 做这些破戒之罪 没有一念的惭愧之心 还认为自己很有能耐 我敢做 我很有能力 那这都是造地狱的业了 破根本戒一定下地狱 所以按他的自因自果 就感得临命忠实地狱的猛火现前 那猛火就以火车 火蛇 火狗 火马 火轮的形式把他包围 这就地狱众火 一时俱见 现在其前 也就是说他地狱的境界现前了 这样的恶众生在生前 好像觉得哪有因果呀 我什么都不怕 这时候地狱的境界现前 他就怕了 但怕了按他自己办法 他没有办法 一定要掉下去 毁之完疑 那在这样的紧要关头 忽然遇到了一个念佛的善知识 这位念佛善知识看到他要下地狱 也有大悲悯心 为他赶紧宣说阿弥陀佛极恶世界的功德 阿弥陀佛大愿的微神力量 告诉他在这个时候什么办法都没得救了 只有阿弥陀佛能救你呢 劝他念佛求生净土 这个恶人在这种情况下 已经见到地狱猛火了 这时候他对阿弥陀佛的那种求救 是非常恳切的 因为他深知阿弥陀佛如果不救他的话 他就到地狱里面去了 所以他就念 拿摩阿弥陀佛非常志诚非常恳切就好像一个人突围一样的用他整个的生命去念 这时候真的是全心即佛 全佛即心 这样一念马上境界转化 地狱猛火就消失了 地狱猛火就化成了清凉风 风吹来躲躲莲莲莲莲莲莲上有画佛菩萨 瘦手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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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芽垂ス接引 这首次回事